3D发光设置工艺 现在给大家介绍制作3D发光设置工艺的一个流程 首先来说我们准备好3D打印机的一个制可 然后的话就是两个粒变板 这个是用机关切割机切割的 剩下的就是手部板 用木关调割器调割 首先的话我们按照S灯带 这种的话我建议这种小子用的是60的 60的S灯带 首先来说的话我们确定好一个正反面 穿我的话我平常会打个记号 这里会点一个黑色 S灯带装完之后接下来步骤就是焊锡 第一 这是接割线 我们在切底板的时候就要注意留个孔位 到时候好把那个接割线给揭出来 焊锡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黑色接这个负极 还是接的这个正经 像现在接完之后的话我建议的话是用测一下这个灯亮不亮 或者现在有个接错 灯带试完之后的话我们需要把灯带固定在雪物板上面 像这种小字我建议用三米胶去沾 如果说稍微大一点的话用一种玻璃胶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用三米胶来沾一下 像浇水的话像这往这边上涂一下 然后注意这个折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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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的面板 我们大家粘面板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个正反面 这个是我们把这个正反面分好 然后我把这个把这个贴纸是好的 准处好我们确定好位置 因为像我这个暗水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还是有一个左右会有一些差别 就是我们我是个人喜欢是比较喜欢用蒸板的 因为这个相当说方便一点 粘面板的话 粘假格低胶水有两种方式 有一种是从侧边粘的 还有一种是直接从里边内侧 那个人我还是相对于比较一样 我是比较喜欢内侧这样去粘 我是个人喜好 个人有一点小建议像粘这个质的话 先最好粘好这四个角 这四个角 这几个角 过滤好之后的话 然后再变上一条过就行了 像粘胶水的时候我们注意上面的位置 粘好面板气候的话 我们现在需要把底板扑进去 我们注意里面有没有灰尘 现在整体来说一套三级发光的工艺整个流程的制装完毕 碎了 你不需要来带来 但是我们继续的评论 就是我们不需要带来的 这一能在一起 现在我们不需要带来的 是因为继续的 我们不需要带来的 所以我们也带来 可以带来的 我们不需要带来的